這個叫做拉拉 看樣子椅子 站兩張啊 站兩張啊 兩張椅子好一點 那麼多人都 這樣呢 其實呢 我們人民力量主張是三樣東西 剛剛動文其實都說過 就是說第一樣東西 就是要他無條件撤回方案 喂 你們昨天有沒有看梁美芬 嘩 喂 我們要懲罰那些 除了懲罰那些議員之外 他還要懲罰什麼 懲罰你們啊 你現在投票給玉米那些 他說要懲罰你們 那你說這些議員 是不是要他滾蛋啊 就是你好像梁美芬那些議員 其實是不是要他 就是 想不到 人家常常都說 我們人民力量 常常都說人民最大 但是現在說 要懲罰那些人民 喂 你要投票給一個 會懲罰你的人 那有些是不是 即是 雖然說 他真是愚蠢 如果真的投票給他 你投完票給他 然後他會剝奪你的選舉權 你還投票給他 所以梁美芬這些人 是一定要他 回家睡覺啊 你還在議會裡獻世嗎 第二樣東西 我們除了要他撤回這個惡法之外 另外一樣東西 我們也都要這個 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集體辭職 其實我想問一件事 你們覺得民主派的議員 在這個立法會那裡投這個反對票 還有什麼用啊 他可不可以反抗這個惡法啊 不行啊 不行啊 這個小孩才贊你啊 是啊 所以 當他又不可以去反抗這個惡法的時候 那你從來做政治花瓶 你還留肯到做什麼啊 你試想想 如果一個立法會裡面 有23個議員 集體辭職 就算我當他補選啊 低處未算低 讓他補選 投票率 更低一點的 可能十幾個percent 甚至你個位數字的投票率 你都會見到 所以 你告訴我 人家 泛民辭職到底有沒有用啊 所以 回到去 你看到那些議員辦事處 或者回到去 看到那些什麼馮檢基 我是九龍西 馮檢基啊 陶謹申啊 都是叫他辭職 有些人告訴我 辭職 哎呀我好慘啊 我沒有了份工 你叫我怎樣的 我還有很大層樓要工的 沒有 我還有很大層樓要工的 還有我還有很多人 很多 很多姑爺仔要養 我沒有一個議員做會死的 喂 議員不是一份工來的嘛 議員就是要服務人群 還有你在有需要的時候 你要去犧牲的嘛 如果你是圍了一份工 而去做一個議員 為什麼要去做議員呢 我們選你出來 不是要你去打工的嘛 打工我為什麼要選你呢 所以這些烏狼犯議員 是不是應該要他回家 要他收工 所以回到去 你們想一下你們各區的議員 那些議員 是不是這樣的人 你回去問一下馮檢基 如果他沒有議員做會怎樣 或者你回去問一下王成哲 他沒有議員做會怎樣 一樣的嘛 所以 你回去叫他 要為這個香港的民主運動 要有承擔 叫他辭職 最後一件事 7月13號一定要包圍立法會 為什麼要包圍立法會 7月13號很簡單 是要給個民意壓力給政府 好 你只是看一下 我把單槍給你們看一下 天下圍攻立法會 你只是看一下我們7月1號 我們有這麼多人 去 要他撤回幫案 如果那天有參加過 七一大遊行 夜晚收工 來立法會 你們給民主派看看 什麼叫做人民力量 好 什麼叫做人民力量 人民最大 有時候我在一個地區 在一個辦事處裏面 我們都會看 我經常都跟市民說 我們是為你服務的選票 拿一張選票給我們 我們是要為你服務 議員不是最大 你們才是老闆 老闆有沒有權 叫下屬做事 我投票給你們 那你要幫我做事 所以 叫他圍攻立法會 他說不鼓勵人去圍攻立法會 你連民主運動都沒有承擔 叫你辭職 又不辭職 11月的區議會選舉 一定要這些人 票差票上 還有一件事 喏完民主派 當然少不了那些狗官 林瑞倫這個人 厚顏無恥 做人用熬音機 強行推這個替補方案 喂 他現在是人民公敵 為何不辭職啊 喏 你辭職呢 都還好些 你還可以留一些顏片在那裡 你不辭職 喂這樣很簡單 就是我們 一句話說 我不聽我老闆說 我老闆就一定炒我魷魚 林瑞倫如果不聽市民說 不是為人民服務 那我們是不是要炒魷魚先 這些人還有什麼資格 坐在一個政府裏面 他都不是為人民服務的 喂還要 不是為人民服務都不緊要 他是要剝奪大家的選舉權 喂 選舉權是我們與身俱為的人權來的 如果連我們的選舉權都剝奪了的時候 這樣不如我們回大陸好國 為何林瑞倫既然是這樣想剝奪 為何他不說全部委任 他不敢 但是他現在要在一些小動作裡搞的 這個剝奪機制就是第一步 統過了這個剝奪機制 下一步一定是23條 一定會再回來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不反抗 就是真的像人說真的溫水煮 所以我們一定要反抗到底 7月13日去包圍立法會 告訴特區政府和一些泛民主派 甚至你告訴建制派議員 叫他無條件撤回幫我 要不需要資訊 不需要資訊 撤回幫我就可以了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接著你去林瑞倫樂台 炒他魷魚 所以我在這裡很狠切地希望大家 7月13日 7月14日 7月15日 請大家放我公 各位立法會 張顯人民力 好 希望大家還有一件事 我們這裡有些捐款商 有些意見商 希望大家可以走過來 支持一下我們人民力量 因為我們人民力量的經費 其實都比較 恨乏少許 緊接些 我們就沒有大水喉射住 我們跟民建聯有大水喉射住 我們就要靠市民一片一滴 知錯我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 聽我們講完話 希望大家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們這裡有個籌款商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多謝大家